墨西哥的閩男子體重最高 飆到將近600公斤 榮獲全球最胖男殊榮 當他不想死在床上 上電視求救 引發全球關注 他最大心願是娶妻生死 他能成功嗎 地球上哪裡胖子最多 答案是墨西哥 根據聯合國統計 32.8%的墨西哥成人肥胖 上千萬個胖子裡頭 還有個盼望之王 你穿了什麼 我的重量是560kg 我沒辦法再進去 金氏世界紀錄的認證 真的假不了 49歲的烏里維 身體幾乎被肥肉脂肪攻占 不成人形也不良於形 他貨做貨貨只能待在床上 光要挪動身體 肥肉就晃得不停 我已經有很多年來 我已經有很多年來 很重要的問題 我一直都賺到重量 我可以想像每次健康 其實烏里維小時候 只是個白白胖胖的男玩兒 開始發育之後 他的筷子總比同學大上許多 22歲那年他結了婚 帶著妻子非法移民來到了美國 就此跌入肥膀的原種 炸雞 薯條 漢堡 可樂 烏里維來者不拒 身材就像吹氣球般 迅速膨脹 吃進去的熱量轉換成肥肉 身上的衣服只能兩身定座 烏里維的體重不斷失控破表 2001年開始 他胖到無法走路 人生就像被脂肪禁骨 2006年曾胖到597公斤 達到腿顛峰 妻子受不了要求離婚 烏里維萬年俱灰 至此才明白自己病得不輕 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不想死 但是我想找一個方法去戰鬥 我知道有人能幫你 烏里維的求救訊號 在國際上引發幻想 一直由義大利 美國 國西哥 所組成的醫療團隊 為他設計專屬實 健康 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蛋排質 按比例配置 一天吃午餐 照亮多餐 這套趨勁減肥法 很快的在烏里維身上 收到成效 另外 醫療團隊還監督烏里維 一定要按時運動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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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段時間裡 烏里維的生命出現 第二個女人 照顧她 呵護她 第二春天然來臨 愛情的力量 使她的健肥大戰 變得更有鬥志 看我的臉 我看得很棒 短短兩年努力 烏里維成功減掉230公斤 臉盤凹瘦非常明顯 整個人看來神經氣爽 而008年3月 睽違七年 烏里維終於踏出家門 沐浴陽光 呼吸新鮮空氣 她仍無法行走 但坐在拖板車上 彷彿皇帝出巡 享受著清風吹拂 那年生日 她默默许下心願 一定要站起來 把女朋友娶回家 10月這一天 烏里維沒開2度 換上全白40米服 雖然沒有氣派臨車 但她正日相伴的床 特別換上白色床單 氣上蕾絲 由起重機搬上拖板車 迎娶美嬌娘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只想要幸福 愛和愛 今天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嫉妒了 因為我們愛 因為我們愛 我認為所有人 都會嫉妒了 不然就不會嫉妒了 為了信守承諾 給妻子幸福的生活 無理為說還要繼續減肥 雖然因為健康因素 一時不准無理為出國度蜜月 讓人自己改裝小貨車 由妻子載著無理為 自觸打麻道 要過尋常夫妻的平凡日子 只可惜 這一段最重量級的婚姻 並沒有持續多久 2013年 日本富士電視台 再度採訪無理為 發現當年轟動一時的世紀婚禮 三年後 因為夫妻價值觀差異 劃下句點 可能因為壓力導致 無理為負胖80公斤 不過他的女人緣 似乎很旺 現在又結交新女友 為他打理生活起居 親密戰友換了人 滿身脂肪的這場擂台賽 又要開打 無理為也終於知道 減肥最可怕的仇敵 不是別人 是自己